您好 欢迎收看3月3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萧佳慧 为在玉里镇新厂一街多处路面坑洞破损不平 以及自强路面拓框后无师座排水沟 寓以倒灌民宅的问题 永上里长赵奇文就向县长徐正伟陈勤 县长徐正伟率建设处副处长 玉里镇长 玉里镇民代表会 以及相关单位前往会看 路面凹凸不平多处被挖过的痕迹 这里是玉里镇新昌一街路段 永昌里长表示 这条道路有多个单位的工程需挖掘道路 但是并没有将它铺设平整 当地的居民也多次向里长反应 这次里长马上向县长陈勤 希望政府能够重视 重压 然后因为也一直在开挖 反正等一下挖水管 大家挖什么我也不知道 挖完之后路面没有回复 因为这边居民一直反应 饭店也即将完成 然后整个路面是非常糟糕的 那影响行车安全 所以我就赶快跟县长陈勤 请县长来帮我们看一下 另外这条路在2022年土地建商物拆除 地上补偿拆迁 以及土地路数征收等问题都处理完 不过却发现没有排水沟的设置 目前希望政府也能够从旁协助 当时政府补助的这个经费 是不足以来做这个水沟 那么现在就尽快就是说 之后这些水沟应该就来做一些商货 取正位说 路面要突不平的部分 会尽快请建设处 以及正公所尽快来处理 自强路的部分 也会责成建设处与正公所协调 后续规划排水沟系统 尽早完整给民众安全的道路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导